这些年这个家是我一个人在操事 他永远都是请不了家 我也很想帮忙 但是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外漂泊 好不容易回家了 就想体验一下回家的感觉 本以为熬到他退休就好了 结果还是什么都不如愿 有请这对夫妻有请 范先生来自天津61岁退休 有请 刘女士61岁来自天津退休 有请 欢迎老妹啊 这状态真好 61岁有点看不太出来 保养得好 谢谢 结婚多少年 36年 幸福吧 怎么个意思 怎么说呢 我感谢能长 是 我信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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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得好 可以 是 我信赢你 你 才能 我信赢你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呢就等于是又上班又带孩子 累得我精疲力尽的 当时我考虑的也是 为了家里的生活嘛 我说能够做正一点 把现有的经济情况呢 就是说提高一下 肯定我就得有取舍了 我肯定雇不了家了 其实我知道他出去了 他管不了家 那我已经不指着他了 就别再给我起反作用了 嗯 啥意思 随着抚养孩子大了 孩子青春期的时候比较叛逆 高考的那年 孩子非得要买他游戏机 这个街骨眼怎么能买游戏机呢 肯定影响学习呀 跟我提了几次 我就没同意 孩子呢 哎 就联系他爸爸去了 他可倒好 不加思索啊 工资卡在我这儿了 你给孩子买就是了 他以为真的是钱的问题了 我不给买 你要为了钱 那能买十台一百台的 有钱那么重 我觉得我在外边打拼吧 不想因为这个 买东西俩人在饭口角 我说能买就买吧 游戏机呢 我说买完之后 你就多钉子点 别让他随便玩 可能当时我想的 也特别简单嘛 哎 就这么 起冲了 哎 对 听懂了 听懂了 大家也讲的比较含蓄 而都是沉这么烂骨子的 这网事 这个其实两件事 说起来就是 从孩子五六岁开始 大哥就一直在外面飘着 对吧 是 到处做工 钱都交给你了吗 钱都在我这儿 那是自然的 啊 这人像风能一样 但是献签在你手里 是吧 必须的 也没其他的 乱七八糟的事 这男人还不错 也都是为了家 那咱就接着说 不是孩子慢慢大了吗 孩子什么时候出的国呀 最后我是没见过他呀 把游戏机买了 还要说游戏机的事 经过多好年的 就是我这是苦尽甘来呀 孩子算大了 大学毕业又工作几年 又要出国走了 出国那年 等于是 他还在外边干工程 哎呀 我真的 好苦好苦 当初呢 我是带孩子 那个累 外加上我自己工作 我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现在呢 孩子一走呢 我不关系疲累了 外加一个孤独 哎呦 我寂寞难耐 就简直特别特别的受不了 孩子呢 也是懂事 出国之前呢 要给我们换电梯房 我们呢 房子是买下来了 后手您知道是什么事了 装修嘛 对 装修 太苦太累了 哎呀 一天呢 得跑八趟 哎呦 简直给我累劈了 那会儿真是 我就觉得 不是人能够承受的 我就咬了牙 就算过来了 这说话 两三个月装修完了 下一步该搬家了 对 搬新家 这搬家呢 我这老家的家具电池 全都决定不要了 我也找不了搬家公司 我只能自己 分门别类的打包 打了那些包一屋子 我自己 就一点一点 拿电动车运 运了小两个月 真是把我累劈了 住进了医院 呦 住院了 哎 这会儿你应该回来 就到这会儿 你说的太对了 主持人 真理解我 我就打个电话 如今的我 都已经在用这家 给我拖累的 我动不了劲了 你来也得来 不来也得来 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我工程 关键时刻 回不了 因为当时啊 我正好赶上 那个工程 有一个关键节点 这个关键节点 又是我总负责 所以我当时 真是我也很着急 我确实是离不开 因为那个工程呢 就是我在那儿 专门的钉子 不能出一点纰漏 所以弄得 我非常非常尴尬 真是也着急 谁照顾啊 后来我的发小 一直是在医院里头 陪伴着我 照顾着我 等于是小半年住了 哎 等出了院了吧 要说我这人 那是命呢 刚出院 老人又需要照顾 我就又再给他打电话 谁家的老人 就是我父母 哦 我和他 你能不能过来一下 咱俩商量商量 这个后边 怎么办 哎 他又告我了 又关键时刻 又还是回不来 因为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也确实 我们那边呢 当地他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你项目负责人啊 不能离开现场 所以弄得我非常非常无奈 我说得 不行咱就花钱 雇个保姆啊 花钱解决问题呢 人人都知道 那用你说嘛 老人 如果要是自己的子女孩子 那照顾那是什么劲 他就连一句安慰的话 体贴的话他都不说 真是 大家伙听起来 真的就像 其实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真的说到这 我真是给我 气得累了都 反正在家里面 既当男人也当女人嘛 哎呦 真是在家里 这么多年过来吧 一步一步的 太难了 行 那么退休就好了吗 可是呢 他回来了 他来个什么呢 我有回家的感觉了 我得好好在家待着 然后我说的什么旅游方案呢 是怎么的 他一概听不进去 不是你除了要让他旅游之外 平常有什么活动安排吗 他配合吗 我喜欢游融 我一年365天都有 我就说妈 你回来了 我带你一块 咱俩一块游融去 他说妈呢 我不愿意动 我愿意在家里 他在家里 24小时开着那电视 哇了哇了哇 没把我烦死 也不跟我交流 也不跟我说话 哎呦 我心想我这苦日子过到头了 应该该那什么了 他一点他一点他也不 我当时就想 我说的好不容易才回家 虽然我漂泊了那么多年吧 在外边确实是 寻找这个家的感觉 很难很难的 我说好不容易退休了 在家吧 就两个人想想 看看做点什么好吃的 养养花也好 我说他非得出去折腾去吗 对吧 在家不行吗 不是那他家到底是什么呢 家就是说在家里 两个人在一起 或者是一家人在一起 就是说 在一起不就是家吗 你管他在什么地儿吗 对不对 不 我觉得因为初期那么多年吧 我总感觉没有那种 好像是在家那种温馨的感觉 你毕竟在项目也好 你在哪也好 都是好像是在外那种感觉 就包括我去 我孩子有时也说 那次你们来这 我觉得那也不是自己的家 那为什么不陪着去旅行旅行呢 今天来呢 就是因为这个 行 我还想问啊 我问几个问题 就您觉得对这个家有亏欠吗 现在想起来确实有点 不是有一点 然后您觉得您对大姐有亏欠吗 怎么说呢 确实让她付出了好多辛苦 这点我承认 我因为我在外地嘛 我也管不了这些了 家里的琐事吧 大事小事反正都得她打理 所以说白了 其实好像在你们这个婚姻生活当中 您各自过了三十多年 是这意思吧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是我在承受着良人 该承受的一切 是是是是 您说的没错 您说的没错 这好像更像一个单亲妈妈带娃过 是吧 然后跌付了抚养费嘛 只不过我还 那个上班挣钱 我理解 在这种基础上 我还管着整个这个家 是 所以我特别的委屈 冤枉 行吧 今天我们也拿到了儿子的采访 听听儿子对他父母这种关系 怎么看 来 听一下 我妈这么多年把我拉撒大 在家里忙里忙外的 真的挺辛苦的了 我大学毕业以后就来国外工作 我妈一个人撑起来这个家 真的挺不容易的 现在我爸好不容易退休了 我挺希望他们老两口过来旅旅游 享受享受生活 我妈前一段也说要过来找我们 我们当然也欢迎他们过来 老两口来了这边吧 也不用帮我们带孩子 就在这边玩一玩就挺好的 但是因为这个事啊 我跟我爸吵过好几次 我妈想来我爸死活他就不让 怎么这样都不行 我爸总怕给我们钱麻烦 他想的太多了 我们挺希望他们过来 就他等于是一直是怎么说呢 就为了不让我一个人行动啊 他总挑拨我跟儿子的关系 意思就不让我过去 这家里面分了两派是吧 您觉得跟儿子亲吗 怎么说呢 应该还能说得上来 有没有回家觉得挺身份的 就是您这在外面工作那么多年 在家一年大概待的最久的时间 有多长时间 也就是存节回家 那就说您一年在家就待个六七天 对 行了 我不问了 我悲催了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圈 我们说什么叫老伴 他本质的含义那就是陪伴 但这种陪伴 并不是说你在家里就算是陪伴 就像你退休了 看是可以陪伴自己的老伴了 但是你的陪伴 让他遗憾 委屈 这是无效陪伴 他想吃什么 想干什么 他心里想的老年生活 应该怎么度过 你是不问不问 这个女人不容易 操持家庭 辛苦劳累了一辈子 我也认识很多的项目经理 我真没有看到一个说 一年回来这么几天的 在世项目经理 也不用天天盯着 你不要认为我们对你这个行业不熟悉 理由就是理由 借口就是借口 关键问题 两个人走到今天 不容易 我们说在这一个当口 两个人之间 就是心有灵犀的时候 就是相互迁就冷浪的时候 婚姻幸福 莫过于此 另外作为男人 不管是借口理由 半辈子缺失陪伴 是事实 那后半辈子我们来弥补呗 他喜欢旅游 要求不高呀 想去看儿子 这不仅仅是 想自己去开心快乐 更是亲情的思念 儿子刚才说了 他们欢迎你们去骚牢 难道 妻子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 你都不愿意吗 退休回家了 并不是说每天 盯着一个手机 盯着个电视 玩自己的 要玩也要一起玩 一句话 老伴老伴 幸福到老 只有让自己的妻子 把生活看到头了 我们的婚姻 也就能走到头 您可能习惯了一年 见几天 儿子吧 我们下轮了一年 我们下轮了一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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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 多明白一事 刚才听得有点恍神 是一年回家多少天来着 六七天 一年回家六七天 凭什么一个人一年回家六七天 等你老了之后还给你养老 为什么呀 你说因为我在外面赚钱 没有人在外面赚钱 说我一年只能回来六七天了 我们在舞台上来过海员 海员总算是一年在外面两百多天 他在家还得一百多天呢 赚钱是为了家里人是吧 对 你跟家里人熟吗 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啊 可不就因为跟儿子不熟吗 那是个外人吗 或者说 你儿子把你当外人 赚钱是为了家里人吗 是为了家里人 家里人需要你赚钱 然后一年就看到自己爸爸七天吗 我有一个温暖回馈人 如果我们赚钱 是为了家里人的话 那我们要想一想 家里人更需要的是钱还是温暖 如果更需要的是温暖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少赚点钱 所以 你赚钱真的是为家里 事实已经住就 那么多年过去 你对家里面的人 有那么深的亏欠 在这个时候 你躲着他们走 或者说你把自己老伴 因为他善良嘛 拽在自己手心里面 然后说 你们不要在一块 因为当你们在一块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外人 你儿子刚才说了一句话 也不用你们带孩子 我当时我在想 这个时候对于你来说 不是恰恰最应该就是 我能不能帮帮带孩子的时候 因为儿子小时候我没有带过 那现在我是不是可以 尽尽自己的力的时候 你是因为害怕呢 还是因为自私呢 就我看来 我能看到你内心 有很大的恐惧感 我跟你说 年轻的时候 中年的时候 有多任性 到老的时候 你就会有多害怕 人生是个偏僻 你曾经付出多少 现在回馈你多少 所以现在很简单 正因为你以前 确实把钱已经交回家了 所以你现在还有 那么一点点的资格 人家还愿意来接纳你 61岁 赵川老师上来就说 状态很好 用你现在所谓的 这个好的状态 再去试一试 能不能再融回这个家 现在你们 不是说要去儿子那边 你们事实上 是要重组家庭 首先去儿子那边不好 不管是您去 还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去 因为你们两个人 一起去的话 你们之间的一个相处模式 会让你的儿媳妇 大概知道 万一将来有一天 我的老公也跟他一样 该怎么办 儿媳妇靠观察 你们两个人的 这一个亲密关系 来对自己未来的生活 做预测 如果他觉得 你是纵容你自己的丈夫 一年只回来六七天 他就会害怕 这一种 也会传递给他的丈夫 他是不是也得像您一样 每天在家里头 独守空房呢 所以你们两个人 这一种不正常的夫妻关系 我觉得到了儿子 儿媳妇那里 一定会引发一些焦虑 未必是矛盾 但这个焦虑 一定会传递给他们 再一个 我也不觉得你们过去 是为了让自己身心开阔 让自己享受大自然 或者说异国风情的 我觉得您就只是纯属 这个人不跟我玩 我找我生命中的 另一个男人去 您的世界就这么小吗 阿姨 您的世界难道只有 我的前半生 就是为了我的 这个男人付出 帮他拉扯大孩子 当这个男人老了 还不陪我玩的时候 我要找那个 那个早就是别人的男人了 您的儿子在娶了媳妇 和在异国定居之后 您的儿子已经也不能陪您玩了 当您哪怕到了您儿子那里 您误以为这个周末 我们可以去爬个山 然后儿媳妇说 啊我们是有聚会的 约了谁谁谁 公司哪些人 我们要搞BBQ 然后妈妈对不起哦 你一个人的落寞 而且是发现自己的儿子 被其他女人 临走了的落寞 会比你老伴 在家不陪您的落寞 让您反差更大 因为你老伴 好歹不是我在陪别的女人 而不陪您 所以是时候 你的快乐得建立在 我想要什么 我想游泳 管你游不游 我自己游 难道游泳的时候 还能聊天 游泳的一大好处 不就是大家得闭上嘴吗 跑个步 我们还得说个话 对吧 我们跳个广场舞 也不得不交流 两句交易舞 还得说一下 你踩了我的脚 但是游泳这事 不就是闭嘴吗 那既然都闭嘴的 头有的时候 都埋在水里 我自己去 和我跟你一起去 有什么区别 你不去 我自己去拉倒 我身材这么好 我穿什么比基尼 都好看 你在我面前 我可能还不敢 穿得怎么着了一点 你不在我面前 我想怎么穿 我怎么穿 我经常有的时候 在一些旅行的地方 我会看到 有一些姐姐们 姐姐们都不带 自己的老公 您应该也有 这方面的经验吧 您的姐妹们 应该也都展示 给你们看了 当老姐妹们 一起出去 都不带自己老伴的时候 过得有多嗨啊 走路真是横着走 平时舍不得 招呼上身的管 他墨镜 杀金 颜色鲜艳的包包 什么乱七八糟 都往身上招呼 我们拍个照 一会摆成一字形 一会摆成人字形 想怎么来 我们怎么来 但是当老公 在这里的时候 老公会说 这像个什么样子呀 你会觉得 瞬间 气氛 没了 所以你真的要 这个晚饭吗 它好玩吗 它不好玩啊 你不如跟自己的姐妹 该跳舞 跳舞 该拍照 拍照 有那么多的地方 我没去 我就去旅行嘛 直到你的丈夫 有一天 忽然 醒悟过来 哎老婆 我原来去过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 你肯定爱 我曾经在 那个地方的时候 就想过 有一天闲了 一定要带你来 等他在脑子里头 能找到那一个 我曾经在 那个地方 想过我的太太 还想过 我老婆的性格 肯定会喜欢这里的 那么这才是 这个男人 成为了你的好玩伴 他主动的知道了 我的妻子 喜欢什么 还会想起 我曾经去过的地方 我熟 我做向导 以及我曾经在那里 想起过他 就看大哥 什么时候 开这个窍 他不开窍 随他 能把一个人 扔在屋子里 反正屋子 咱也装修完了 对吧 这个男人 你说的有多坏吗 他也没有坏的 非离婚不可呀 钱全交给姐姐了 对姐姐呢 也都是 非常的信任 全托付 对吧 您做主 搬家 什么事您来 家里的事交给您 他放心 你们一定也有 自己的默契 才会使你们的生活 到今天嘛 但现在 烦人就烦人 在他退休之后 还不好玩 他如果不醒悟 就让他自己在家 看电视 然后咱自己玩去 好不好 千万别想着 这个时候 跑到儿子那去 天乱 真天乱 而且万一有个什么的 回来又麻烦 真是头疼 自己跟姐妹玩 上场老年大学 你就是 你去什么那个 时装队了 我干干嘛都好 我刚刚 就是您站在这儿的时候 我都还想拍一张 回头给我妈看 我多优雅 谢谢 不客气 所以对于您来讲 从此刻开始 挖空心思的想 我老婆想去什么地方 我就跟你讲个 我身上的小例子 前一个月 我问我爸我妈 我说周末我们要开车 去哪里玩一下吧 因为我们现在住在贵阳 周边走走 都是贵州的这一些景点嘛 我妈脱口而出 去茅台镇吧 因为你爸爱喝酒 你爸一直心心念念 那个地方 我爸脱口而出的是 去遵义吧 因为你妈还就没有去遵义 她还就说 想去看看 那个咱遵义会议的遗址 两个人说的 都是彼此没去过的 彼此想去的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我要去那里 因为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在那一刻 我就觉得 哎呀受教育了 以及我会很感动 这个感动就是 真好 我爸妈他们的这一番对话 能够被我先生听到 这个才叫做 家里头的爱在传递 所以这也是我会害怕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没处好的时候 在儿子儿媳妇那 会传递出一个错误的 夫妻关系的示范 您自己想 所以主题是回家嘛 这个核心的主题是 您要回家 其实您也需要回家 儿子那肯定不是家 你们各自 你们要回到 你们两个人的家 这才对 就你们要找那个 他没有 离开失业单位之前的 那个家 你们俩要找到那个状态 其实去哪儿不重要 大哥这个就在您手里了 我会弥补的 既然知道错了 就要弥补 弥补的时候 嫌烦 就想到那句话 出来混总是要缓 如果弥补不好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自己的老婆 可能穿着比基尼 自己去享受阳光和沙滩了 所以您自己看 我觉得这个主题就是回家 两个人都回到那个 原来温暖的家就好 至于怎么具体做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大哥要不会做还怪 只是他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一个能把复杂的工程 搞得清清楚楚 弄得挺挺妥妥的人 搞定一个内心 还对自己有希望 有寄托 有希望的一个女人 你们搞不定 那不用我们教你 变弱吧 太强了 所以自己剩下的时间留给你的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老婆 我现在意识到了 你对这个家 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我对你的亏欠 也是太多太多了 现在我退休了 我要好好的陪伴你 让你过上幸福美满的 每一天我会带你周游 祖国的大好河山 可以吗 我不知道我说的话 你听明白没有 我是真心的 我通过这些专家老师给我指点 我也意识到了 我自己确实 那时对家 关心的太少太少了 我现在我想用后半程弥补 过去觉得 相近如宾是个好词啊 这词怎么放在他们俩身上 你觉得 那么陌生呢 大哥你不觉得吗 我也是第一次看 那个结婚 三十五六年的一个妻子 先生说 哎呀我带你游历大好河山 他给他深深居一步 那工居的真人心酸啊 好好回家吧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抖音搜索爱情保育站的 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 我们已经在明天晚上八点到十点 开通了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 在线帮您打一解惑 你们还有机会 连麦他们 来吧预测结果嘛 结果是没有悬念 肯定双出 但我还是想重复那句话 退休以后 家里有一个好老伴 可以多活十几年 以后别老往西藏跑啊 在家里守着嫂子 哈哈哈哈 来李老师 李老师 都会出来 都会出来 肯定会双出的 大姐这心里头 爱死她老公了 好吧 看结局 请开门 好好好 对对对 哎大姐 你这太容易投降了 哎呀 我都觉得我那么不合适 那么爱言 来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老板时刻 请见证 好 您 好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脸花痴的干嘛 就突然表现出的一副花痴的样子 不是 人家老德哥老德姐 往一块一抱 那个瞬间 那老德姐那脸埋在那 人家撒娇似的 嗯嗯了一声 我听得可清楚了 那真的太难得了 就是觉得那姐姐终于得到了 自己最想要的抱抱 这个抱抱的时间 还可以抱了这么久 就觉得欠了她好多的那种 这一抱啊 终于来了 嗯了一下 她浪漫了 来